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木字小花留学工作室的小花老师 今天很开心咱们东京中央日本女学院的曾田老师来工作室拜访 然后借此机会就给大家平时关心的问题带大家咨询一下 这样的话咱录下来,同学们可以更直观的了解到这所学校 这个学校简称是TCG 有的学生可能知道TCG,但也不知道跟东京东央有什么关系 但它俩是一所学校,先解释一下这个 关于学校的学生在咨询过程中最关心的几个问题 一个就是学费,第二个就是升学辅导 因为大部分中国学生去了以后都是要升学的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很多学生在问学生比例 中国学生多少啊,东南电是升多少什么的 所以咱们就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的话,您先说说学费方面吧 好的,大家好,我是曾田,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学费的话呢,咱们学校第一年的学费是 含税76万6千,折合人民币的话差不多4万左右吧 然后呢,第二年的话就差不多70万左右 因为第一年的话包含这个选考料和陆学金 所以第二年的话就便宜很多啊 然后那个咱们学校大概一共订员是多少人 目前是640,准备扩大至900 明年或者就两年以后吧 应该会再扩大至1200左右 哦,那发展速度非常快 是有在建新校社吗 已经搬迁了,已经搬到新的那个学校了 哦,什么时候是我搬的? 三月末的时候 三月末,好的 现在也是新宿区的新宿厅站 以前是新宿区的新宿站旁边 现在呢,新宿区的新宿厅站旁边 新宿厅出站以后差不多30秒就到了 没关系,没关系 那那个,我接受给您邮寄材料的时候 我就留到新校社了 哦,对,新校社 好的,那我新校社,接下来 那个,关于升学辅导也是学生比较重视的问题 可以说一下升学的方法 好的,升学辅导的话呢 咱们学生内部的也有一些当做选举课来讲 那种数学物理化学 中午的时候开一个小时选举课 但说实在话吧,那不是那么全面 因为咱们学校毕竟是日本语学校 所以老师呢,都是日的专家 而不是物理化学的专家 所以呢,如果同学们想接受那种很全面的 那种数学辅导的话呢 咱们学校有自己的那种数学辅导班 叫做四德学员 它不是跟外面合作关系的那种次数 而是跟咱们学校的同一个集团 完全是一家的 所以他们的教室也在咱们学校的那个校舍里面 帮过去也在同一层楼 之前是说附近了 现在搬到一起了 好的,那就是说 你上完语言学校再去就不用通勤了 不用坐车再去私塾 而是在一所校舍里面,这样就很方便 对 而且东京中央的学生如果进私得的话 是免去五万的入学金 所以有一个优惠的 所以有一个优惠的 那您说一下这个学生比例方面 好的,学生比例的话 目前为止 中国朋友还是比较多的 这样60%左右 然后仅次于中国的 还是有越南同学 10%左右 对不起哦 对不起哦 因为我养猫 所以它有可能就认出来了 真的耶 过来 你们把他弄走 他天马上没有 挖上门 然后呢 中国 越南 其他的斯里兰卡 缅甸,尼泊尔,其他东南亚国家 然后还有 欧洲,非洲,欧洲的各个国家 瑞典,法国,英国 但人数不多 就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的话呢 一年下来也有 几十个吧 大家分班的话 是按日语能力 不会按国籍 对吧 完全是按照分班 考试成绩来分班 一年下来差不多 来自上些多个国家的朋友 在美学的学习 分班的话呢 都是按照分班考试来进行分班嘛 所以呢 就说实在话吧 初期这段 日年这段的话呢 其他国家的朋友可能比较多 东南亚人或者 因为中国朋友的话呢 本身有中国的优势 汉子优势 然后呢 高级班的话呢 可能有中国朋友比较多 因为 好的中国朋友的目的目标是 想考大学 或大学院 所以呢 高级水平的话呢 还是中国朋友比较多 嗯 嗯 就是说那个定期会考试 嗯 三个月一次 每一次会进入考试 然后考了你比较好的学生 就进入上一层 再考上去上一层 好的 然后咱们说一下 不靠那个学生 有没有什么中书的 都是按照分班考试 就是分出来 定期分班 听力和口语会比较 就是 所以说即便是在国内 你考出N2 但是你的口语或听力很差很差 也可能进不了高级班 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对吧 学生经常也会问 那我同学他都N2了 去了以后分了初级班 这学校是不是故意的 其实没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咱们应试教育造成的结果 嗯 然后那个关于打工这一方面的话 学校会有一些帮助吗 对于学生 会的 说实在话吧 推荐的话 学校就没办法推荐过去 但是呢 介绍的话 就完全可以介绍了 就学校里面的公告 然后有些信息 然后呢 每学期出的时候 也会请那种企业 定期来学校开 给学生们开 学生会 喜欢了 就可以报名 就在面试什么的 好的 因为新宿区嘛 所以就打工的几乎还是挺多的 非常多 嗯 那那个宿舍的话 距离学校大概多远 嗯 最近的话呢 在上路过这个地点 也是新宿区 包括走路差不多20分钟左右 嗯 但是呢 咱们学校的宿舍呢 就分几个地区的 分散在几个地区的 最远的话呢 在窗口其有限的 嗯 那这样的话呢 包括走路 还有走路的时间 还有走路的时间 也要40分钟左右 嗯 嗯 看地段 如果你学校近的话呢 可能发费 贵一点 贵一些 那就圆的话呢 便宜一点 嗯 如果在合格 在留合格左右的时候 就是学生说 他可以选择吗 我想选这个近的 嗯 我们会就 我们会都会问 学生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 在哪里 第二 第三 第四都会问 但是 对不起 只能说 尽量给同学们安排 有可能是 他被偏偏到 第五印象 那样的宿舍 有可能 嗯 因为法院还是有限 嗯 是 然后万一 学校的那个宿舍 没办法给他安排 就是自己主导 只能给同学们 介绍外面 有合作官司 那种留学生公寓 他们是针对留学生 入的那种 会广吧 就是说 比如说 那个学校只能安排到 他的第五志愿了 那学生可能不是很想去 那您这边给我介绍 那也会 也会去外面的 嗯 也会介绍 而且就是 首先是学生不满意的话 也可以给他们介绍 然后另外的话 没有办法给他安排 住进去的话 也会去提供外面信息 嗯 然后学生这边 在国内的时候 跟日本那边联系 我们会 中间也可以做 做种也可以 啊 好的 做法 正学生会有地方住的 嗯 对 再讲完一样也会 也会有地方住 但是 要是挺高的话 那对不起 实在话 有可能 好的 双人间当然间 都有 然后有一个问题 一旦先进了 那个学校宿舍 不用再 取消了 嗯 先先进了 他提供了第一到第五的一项了 然后呢 就不信 每次第五一项 老师 我不想住这个宿舍了 还是就 不能住了 不想住了 对不起做不到 已经给他们安排 安排好了 嗯 一旦先进了 最多是 最少住三个月 对 半年 半年 外面那种有合作关系 三年 不不 三个月 嗯 要么就是说 在选的时候 他就直接说我不住 学校宿舍 你帮我介绍别的 对对对 嗯 他怕被偏偏的那种 比较不太理想 跟人家宿舍的话 就不要选 对不起 目前理想是这样的 就嫉妒了 否则现在的话 学生比较多 确实有点难排 嗯 好的 那我这边没有什么问题了 大家如果想要问的话 嗯 也可以加我微信 木子小花521 然后那个 我这边就是会 再帮忙转达 基本上 大概常问的问题 就这些吧 嗯 那就先讲到这 好的 欢迎同学们来 咱们吃吃吃吃吃 要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